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独立特派员节目 下个星期立法院又要开第二次临时会 重头戏除了必须完成监察委员人事案 还要审理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等法案 其实开临时会的本意 应该是要处理重大而且急迫的议程 但是在最近几年 加开临时会却几乎变成了常态 看起来立委好像很辛苦 要经常加班开会 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这些事真的平常做不完吗 立法委员加班有出席费可以领 这些钱也是来自于明知明高 而他们在正常的开会期间又在忙什么事 可能有许多观众朋友对这些问题非常好奇 立法院也在四年前成立了一套议事转播系统 让民众可以直接在网路上 看见立委的问证表现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构想 但是有一群年轻人从今年三月开议之后 密集收看转播内容 却发现问题重重 例如说只要有超过900人同时观看 系统就当机 或者经常因为不明原因而取消转播 甚至当异常里面出现了肢体冲突 画面就突然变成了一片黑 这群年轻人看不下去 决定集结社会监督的力量 要揭开这一片看不见的黑幕 每个公民他展开公民之眼 然后我们来监督证目 第一次立政委员会的会议日程 是在礼拜二之后才会确定 礼法院应该是一个给人民监督的地方 但是它却不太棒 让人民监督的地方兴趣 像敏或是网友 大家其实最可能是现在 整个现场的状况跟氛围 报告后宴会 现在休息协商 现在散会 要不要赶快先发这一片出去 后续要补再补不用写的行业诊 7月4号 立法院本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的最后一天 在距离一场800公尺的这间办公室里 卧槽的转播团队正同步透过网路 监看并直播最新的现场画面 我们通常做直播 我们早上会先开一个这个叫 Youtestream的软体 然后就是它会截取桌面的画面 荧幕上开着三个视窗 最左边的是立法院议事直播系统 右侧则连接一家平面媒体的网路直播 那我们通常会放一个祭祀本在那边 就是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会打在这里 让就是网友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黄欣为做的专案 有充满武侠小说气味的名字 国会无双 这是卧槽的第一个产品 他们这个会期开始监看 立法院提供的议事转播 行侠仗义做公民监督 但越看越发现大有玄机 现在看到的声音是哪里 现在的声音是IVOD 因为IVOD切开 然后就是苹果这边也有 然后主要吵的声音是这里 然后因为IVOD主要收的是 就是黄金瓶他麦克风的声音 然后就是他前面有一个按钮 就是他把它按开的话 他就可以看到他的样子跟声音 然后他就把它按掉 就变成黑画面 当天在立法院的议场 立委预计行使监察委员的人事同意权投票 这是攸关监察院 能不能顺利运作下去的重要大事 但透过议事转播 观众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 请我们的委员互相尊重 不要再发声抢这个投票名册 也不要阻碍别人的签名领票 让投票继续进行 让监察员得以顺利的执行他的职务 院长说完话 议事转播随即切换成黑幕 隔了七分钟才又出现画面 报告院会 请各位委员不要影响他人 为议事作为或不作为 遵守立法委员行为法的规定 我再宣读一次 请各位委员 影响他人 为议事作为或不作为 遵守立法委员行为法的规定 不要影响他人 另一个视窗里 议场正陷入一片混乱 如果民众从头到尾只看 立法院的转播 是完全看不见 议场内的立委在做什么 而意识转播会这样一开一关 操作的遥控器就在院长手上 然后像他这样又切开了 就可以看到他就是 按这个然后就切开 他手在按那个键 对啊 然后他就是他会把它切开再关起来 对啊 最后关起来 报告院会 同意前行使程序尚未完成 学商也无法获得共识 投票事实上无法顺利进行 本案做以下的宣告 另定期处理 本次临时会到此为止 现在散会 临时会就在一片黑暗中草草结束 投票不成还要择棄再战 但这个上午立法院究竟出了什么状况 为什么还要再加开第二次临时会 意识转播应该有的计时功能 不是有影无声的默据 就是有声无影的广播剧 我也叫你来啦 学商不成了 就令定期处理 我投票没有办法做 我没有办法自己 令定期处理 不仅不知道是谁在发生 事件的前因后果 也令观众摸不着头绪 像是今天的事情就是因为苹果报说就是 因为原本国民党说 就是要让立委自由意志投票 可是今天早上就是 他们开会党行大会之后 又说要一致通过监援的人事 所以民进党现在就去杯葛说 不可以这样的事违反就是民意 可是如果单就看IBOD的话 就只看得到黑画面 或是王金平在讲话 那到时候新闻写出来之后 又说民进党在杯葛 这样大家就看不出来说为什么他们要杯葛 就只看得到说 可能国民党都出来说 他们都是来乱的什么之类 就不会知道前因后果 2009年在民间团体倡议下 原本只在立法院内观看的世事 改装成可供民众上网随选的 立法院议事转播多媒体随选系统 简称IBOD 四年来花了一亿八千多万建制 但只要超过九百人同时上线观看 IBOD的线路会堵塞 甚至发生档季情形 要做国会无双就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 这边我们也是蛮好奇的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那第二个很实际是说 他们这样做 不会就是虽然说那很重要 可是一般民众还是不太会去看他 因为一来他的界面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善 那二来对一般民众来说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看他们 免费的线上直播软体 可以将一个人上IBOD所占的频宽 再分流给其他人 一传十十传百解决量的问题 又为了让更多人有兴趣 国会无双将一城比拟城赛城 赛前发预告 每日议事结论浓缩成三分钟战报 并简洁质询过程做成好球坏球 还有脱稿演出的界外球 界外球的话就是有些立委 他非常擅长去表演 去抓住观众的目光 但其实他的行动本身却不太像是 他就是在进行一个就是直询 所以应该很清楚吧 这个就是光兵兵犯 这十个是 他像这样的行为虽然我们觉得说 很抓住大家的目光 可是他可能如果就要把他归类为直询的话 那可能是一个就是超出这个范围 所以我们就说他是一个界外球 这个国会监督 你以为那么容易就过去了 不可能的事情 这不是你要闪就可以闪得掉的问题 这是真的国会监督 这对立委们来说他们会有压力 立法院资金区在大战的时候 当时台联他们在 当时台联他们的主级台联委员表达说 有许多民众现在对资金区很有疑虑 当时我们国会武装在直播的时候 当时就很多网友看到直播之后 会直接去丢那个 直接会去丢那个台联的委员们 就叫他们加油之类 因为相信是一刀未剪的透明 是全都录也全都播的公开 国会武装在今年3月3号正式上线后 原本只做再转播的服务 但两周后他们第一时间发现 福茂协议30秒黑箱事件 也间接点燃了学运的导火线 我们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健康IVOD 那时候状况是都是蓝画面和黑画面 然后我们却看到行政院发出新闻稿说 那那个就是他们就表示说 感谢那个立法院把这个 海峡两岸福茂协议送到院会去 看不到状况下一个这么重要的法案 就这样通过的话 那它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黑箱 跟违反那个衣食程序的问题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紧急发了很多的报道 那后来也就发生了这个 就各社运团体加上学生冲进一场 占领一场的状况 卧草后来又抓包一次 说好的转播却临时不多 4月21号他们一样也在办公室 盯着内政委员会 镇压反服贸学运 真相调阅专案小组的转播网页 等待会议开始 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到了8点51分 讯号突然中断 直到结束 但我们那时候看到这边的会议资讯 底下是有人发言的 就是那个名单一直在走 然后这边却是黑画面 让我非常震惊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有点奇怪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立法院说 你们IVOD 好 想要请问一下 目前的话内政委员会的IVOD 是一片黑暗 他们开会了吗 不好意思啊 我们现在的机器有点问题 我们现在做 后来我在打电话去问第二次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他之前把讯号 可能讯号员的问题啊 然后还有怎么样的问题 我说不是啊 你不是跟我讲 哪边的讯号员是怎样 而是跟我讲说 为什么这边是黑画面 我同事说 内政今天是那个调阅 所以他们没有播 为什么调阅会没有播 你们明明就有那个 就是上面就有显示有Live啊 那为什么会没有播 因为我们的讯号收到的就是黑色的 到后来 其实我们看到一些绿营立委 他们自己去调阅 他们的IVOD的识讯画面 我们看到那天是 实际有在进行识讯 哪个单位的 有录影但为何不转播 到现在依旧是一段 没有画面的谜 后来我们发现 今天当政府在讨论一些 比较具有争议性的话题的时候 或是说他们可能 想要悄悄地讨论不知道什么 不想让我们全民看到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把IVOD的整个画面 移开就让大家看不到 或更甚至的 他就把IVOD关掉 虽然我们不知道 这种政府的事情 为什么知道 要由我们一个公司来解决 可是我们都尽力了 那我们就是做吧 信任一系崩坏 卧草决定经济国会 穿越蓝画面 可是冲撞制度 从来不是一开始就受欢迎 为什么要预备 的 是 她的 这段要来问架 不可以看 的 她就像 这么多 卧草公民记者了 林宇昌是臥草的專案經理 另一個身份是公民記者 那個祕書書說你們沒有登記不能跟 可是我們 你跟主任講11110 喂你好 這邊是公關室主任嗎 我們這邊是臥草 是這樣子的 因為之前我們來這邊換證其實 也都可以進去攝影 然後憲法保障我們公民記者 也有採訪的自由 所以我們是有公司的 所以這樣子應該就好 對 謝謝 我可能走比較快 好不容易過了門口這關 林宇昌急著快步重進會議室 大概在這裡 安安修館 不會 你看一下 你會太高了 我等一下回選的時候有可能會撞到 不會不會撞到 因為看到我們撞什麼就 對 我是怕如果我攀下來就會撞到 好 你如果有拍下來的時候 你跟我講就要馬上跳燙 好不好 我是覺得 我沒辦法說 因為 你不太可能會攀 臨時有狀況的話 我會攀下來 我會拍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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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是因為患症遭到刁難 林宇昌應該是第一個到場合體 公民記者要進入國會 或者說做網路直播 必須趁早卡位 因為不時還得面對 來自傳統的挑戰 這一兩個月才開始 在跟這些生理大哥 就是整位這樣子 就一開始會比較不熟悉 這邊的環境就會常常被人馬 就說槍 對 就是比較不動 對 就是會先打量 然後說你哪一家的 然後再說過去一點 近一點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 我們明明就是先來的 明明就是比較晚來 就是類似等等 但是就是要找到一個平衡 或許是因為 使用器材過於簡單 也可能是來自 對網路媒體 不夠了解的陌生感 在採訪期中的臥草團隊 顯得特立獨行 他們的鏡頭就是三個 一個是對那一個 一個是對這個 然後一個是對中間主席 對 然後有時候他們 是要切換 所以就是 只會Focus在上面的地方 攝影大哥就會一直說 你們這些小媒體 都拍這種沒有讓他看的 就是很狼警很狼什麼的 可是其實這些狼警 是大家真正想要看的東西 因為其實特寫什麼 IVOD上面都有 然後傳統媒體 他們也是在拍這種 就是很衝突的畫面 或是什麼的 可是其實鄉民或是網友 大家其實最想看的是現在 整個現場的狀況跟氛圍 你在禮拜一啊 所做的這個行為 跟你的30秒 在3月的時候30秒 其實是一樣的事情 會議進入協商 IVOD切進來畫面 媒體記者一個個收工 只剩沃草還留在現場 持續紀錄 就杯葛跟空轉這兩個字 就充斥了我們的問題 可是為什麼要杯葛 因為你有什麼地方不合理 他要杯葛嗎 那真正要逐條審查的時候 民進黨立委有沒有真正的把關 真正的逐條審查 這也是一個問題 自從我們進去直播以後 我們發現有一些改變 就是民進黨委員 或台聯黨的委員 他們可能通常 衝上去杯一個碗 然後回來 他們手機就會收到簡訊 或者是收到Facebook的訊息 人家跟他說 謝謝你們幫忙 我們去擋下這個重大的法案 那黃昭孫要是不想開會 跑出去了 他手機馬上也收到訊息 人家開始call他回去開會 做一些挑戰衝撞 像立法院就會覺得我們很煩 因為我們在挑戰他們的規則 代表發言的林祖怡 今年30歲 這個暑假剛拿到說是文憑 沃草成員年紀最小的大學剛畢業 最資深的是35歲的資訊工程師 更特別的是 沃草不走非營利組織的路線 他們成立的是一間公司 一間社會企業 我們並不希望 自己被特定的財團 或是有錢人 甚至政黨所綁架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嘛 成立公司 然後透過有自己的商業模式 自以自足的 永久的運作下去 日前在網路募資平台 沃草展開跌貨行動 得到近4000人響應 約500萬元的贊助 沃草的出現 不只挑戰台灣的政治生態 把伊基爾目標擺在監督國會 在亞洲地區也是創舉 不過林祖怡 舉德國的國會觀察網站證明 這樣做不但可行 也有必要 在德國當地有95%的國會議員 都加入了國會觀察這個網站 德國這個國會觀察網站 它跟政治人物跟個人收費 那以及 今天他們在這時間來 累積出了這些 Database 他們就可以賣給媒體 賣給相關的研究機構 所以在這邊也可以收錢 對於全民來說 它就是等於是 降低了參與政治的門檻 因為對於全民來說 他們平常想要了解 立法院在幹嘛 是一道很深很深的大門 我們就是要把 立法院這個深屬的大門把它打掉 讓全民可以看到說 我們用投票票選出來的 立法委員 我們每個月花了很多人的錢 養的立法委員 是不是正在為台灣 把台灣帶到最好 前一陣子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年輕人 對於目前的代議制度 提出了許多質疑 他們希望人民能夠有更多的參與 向立委施壓 才能夠提高問政品質 不過人民親近國會的權利 其實有許多的限制 就以旁聽來說吧 目前的規定是民眾進入議場 旁聽時間不能超過30分鐘 而如果碰到了法案表決 或者由立法委員杯葛議事 通常就不會開放民眾在場 甚至還有委員會自訂遊戲規則 不准特定的公民團體進入 這些問題在三月份 學生攻佔立法院當時 引起了許多討論 但是在學運退潮之後 好像又冷了下來 不過獨立特派員並沒有忘記 仍然是高度關切這個議題 並且深入追蹤 抗議政府提高罷免的看 嚴重影響百姓罷免權利 請支持罷免立委 蔡振元 林宏馳 胡玉生 正當民間醞釀 第五罷免立委的熱潮 5月13號這天 立法院院會排定處理 選罷法修正草案 這條由國民黨立委提案 所謂的反割欄尾條款 提高了行駛罷免權的難度 引起公民團體關心 包括林宇昌在內的 許多公民記者與團體 一早就到立法院想申請旁聽 了解修法進度 卻通通被擋在門外 我們戲稱說鄉民自己還假期動員 很多人都想要關心裡面的一個狀況 結果在裡面現在竟然 議事處竟然以說主席裡面 主席台被霸佔為由 不准任何的公民記者 以及公民身份的這些 所有我們團體一起進去旁聽 那其實這是非常荒謬的 除了看到有警察之外 還有那個刑警在錄 剛才記者會的時候 其實刑警就有一次不斷的在錄 層層警力戒備下 公民記者只能在牆外 用手機直播現場 令他們不解的是 立法院也說不出 禁止進入的理由 我們知道議事處人員 可能是受到上面的一個壓力 但是我們更要問的是 上面的壓力是什麼 議事處的人員非常含糊的 講不出任何一個法條依據 為什麼今天必須要鎖住 立法院不讓任何的公民團體進入 不知道現場實況 就片空白 對 就片空白 不是我亂按喔 就是 議員會直播點進去 會空白 沒有辦法幫 議員會直播是全黑的 反正是我們說的黑畫面 立法院不讓公民團體 看見的議場實境 是在野黨立委 坐在主席台翻讀文件 是放在地上的海報標語 和不在場的執政黨立委 這是所謂的在野黨杯葛 霸佔主席台 雖然這個畫面看起來空空晃晃 然後很多電視台或媒體都覺得 這個東西沒有新聞 可是對很多公民來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要知道現場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林宇昌認為 立法委員的一言一行 應該先被公開 再由民眾自己判定是非 而不是像現在全面關閉 不只臥草 許多的公民團體 也吃過同樣的閉門羹 陳迅我們現在就是讓蔡主委 去報告議程嘛 會議一開始 國民黨立委就質疑 擔任趙偉的民進黨立委何欣辰 邀請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旁聽 不合議事規則 提案要求不准旁聽 民進黨立委則指控 國民黨杯葛議事 兩黨立委爭吵 也讓議事不能進行 前一天教育委員會討論 何事案時 列席旁聽的環保團體 不僅硬生生被請出場 更有立委借題發揮 想禁止所有的旁聽 這個是完全違法跟違法慣例的 因為其實過去 我們在這個議事規則 還沒修之前 大家就依照慣例 就是說有委員會的招委來協商 那大家就同意旁聽 所以民眾也習慣有旁聽 那結果現在反而是 越走越退步了 有立委來動用這一條 來禁止民眾旁聽 主張禁止旁聽的依據 憑藉的是議事規則第61條 除了初列席及會晤工作人員外 不得進入旁聽 但支持旁聽的立委則引述 組織法第9條規定 服務員會要公開透明舉行 認定旁聽有理 那我們都知道說法律高於行政規則 你議事規則是你立法院內部的規則 它不應該違反你的立法院組織法 所以這個條是明顯違法 那它也違背憲法參與的這個精神 所以我一直主張說 議事規則第61條 應該把它做一個刪除或修正 我們已經也有提出來這個提案了 但是都被卡在程序委員會 怎麼上不去 對 因為程序委員會這個多數檔 就把它擋下來 即使能進入旁聽 深鎖的大門裡 卻仍有許多奇怪的內規 旁聽不僅限定時段 還限時每人30分鐘 我們一直很不解的部分是 它把它當作旅行團的參觀的行程 好像到動物園去看一個野獸欄一樣 就是你去30分鐘你就離開 這對於如果我是想要了解議會 所有討論的過程的團體 或者公民來講 怎麼可能我30分鐘 可以得到所有的一些答案 我們甚至曾經挑戰問他們說 我們可以接受 如果立法院未來是大家那麼愛去的地方 總是要讓大家都有機會 那我們就問說好 那如果今天旁邊明明就沒有人 你們會趕我們嗎 他說很抱歉 依規定你們還是要出去 這就是沒有道理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說如果我們出去的人 能不能登記再進來 他們就傻眼了 因為他們過往從來不在設計的 所謂的參觀的機制裡面 他們從來沒有把監督團體 跟所謂的監督觀察 長期做關注的這些狀況 列為他們在設計這個旁聽的機制裡面的 可以參考 張宏林在舉例 旁聽席前的媒體可以拍照 攝影 卻不准後方旁聽者的錄音錄影 甚至當議案表決時也要求他們離開 這其實間接否定了人民親近國會的權利 過去聽到比較好笑的部分是 常常他們會說不行 你們如果有公民團體進到裡面 或者開放了這個惡力 會讓其他的這個利益遊說團體 他們會在後面盯我們投票 這樣子我們就有壓力 我們就不能認真的 依著我們的心裡面的想法去投票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事情嗎 戴一是害怕選民最直接的現場監督 公民只好不斷的質疑與挑戰這些反民主的作為 公民團體進一步質疑 七成以上的現任立委 在選前承諾要推動國會頻道 但也指紋樓梯下 國會裡面本身的轉播規則 他自己限制說為了避免傷害國會的形象 他只能夠轉播這個特定的發言台跟主席台 所以我也當過政務官 當我坐在備詢台有時候在院會做一天 台下是都沒有立委的 台下是只有等到發言的立委他才出席的 那其實他很難形成 院會的整體的政策辯論 那這些都會影響議事的品質 鄭麗君以過來人的經驗談 認為監督國會的最好方式 是成立國會頻道 好好地做實況轉播 立法院本身其實早在2007年就做過研議報告 但也遲遲沒有下文 那卡在哪裡 卡在就是說 其實可能是黨團的領導高層 或立法院的高層 那他是不是願意讓國會更公開透明 罷免如果可以成功 我就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人民會比較知道說 原來他們需要自己主動的去參與一些政治 即便我們剛剛說過罷免的門檻很困難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我覺得要對於政治人物們 他們也要有個警惕是我覺得人民會嘗試自己去組織 然後去選舉或是剛剛說過會罷免 我們自己認為不是任的 激進的行動反映人民期待 用選票支持的大意識 不只是政黨政治的橡皮圖章 而是真正能夠扮演好監督行政權的角色 讓人民不只有投票當天才是國家的主人